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旺步》 好了,今节我们说的这位仁兄也有少少跟大马有关 就是他的一位情人之己 Mandy Liu 其实就是混血儿 老女女 老爸就是大马人,母亲就是外耳兰人 当然 我们一说出Mandy Liu,大家知道我们说的是谁 就是洗某华 周生,周姓雙人 周德华 那是什么事呢?昨天真是这条消息很震撼 是 惊动了港澳台 就是 这个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 的社交平台帐号 平安温州 就说 2020年7月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 我依法对张宁宁等人 开设 赌 赌场案 就立案偵查 宁宁 宁宁查明 我 按照他来读 他因为都不开人名 就说 以犯罪嫌疑人 周姓雙人为首 张宁宁 等人 为骨干的跨境 赌博 集团 是涉嫌在中国境内 实施开设赌场等等的 不法行为 情节严重 近期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于嫌疑人 周姓雙人 批准逮捕 嫌疑人 周姓雙人 南 中国澳门居民 澳门 泰 德成 博彩中介 其实就是有限公司的 股东 和 董事 经查明 2007年以来 周姓雙人 澳门 澳门等地 当然 他很出名的 渡场 承包渡厅 又在2016年 在菲律宾等地 开设网络的博彩平台 为了 谋取 不法利益 周姓雙人 发展 境内人员 为股 东级的代理 和 博彩代理 通过高额 售讯 推广 博彩业务 提供车辆 接送 服务 和 技术支持等方式 和手段 组织中国公民 博彩代理 是 去他承包的境外赌厅 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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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地 是犯法的 所以 有些人 说 博彩业 不行 在内地 除了 在足球彩票 官方批准的东西之外 是这样犯法的 嗯 亦都参与了 跨境网络 的赌博活动 在中国境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为他们的客人 用 资产换取筹码提供服务 亦都帮助 追讨 这个债务 当然是赌债 嗯 协助客户 进行 跨境 资金兑付 其实这个就可能 踏了界 因为 温州市公安局 就说 这个 是等于利用地下钱庄 为 他们的客人 提供资金结算服务 逐渐形成 以周姓商人为首 张宁宁等人为骨干的 人员固定 阶级明确 人数众多的 跨境 赌博不法集团 嗯 直到2020年7月 以周姓商人为首的跨境 赌博 不法集团 一共就发展了股东级代理 199名 发展了 赌博代理 一万二千名 内 境内的 会员 八万多名 涉及的金额 特别巨大 是防害了 我国社会管理秩序 根据 公安机构查明 这个事实 所以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等等的法律规定 温州市人民 检察院 依法 决定 以嫌疑开设 赌场 这个罪 对嫌疑人 周姓商人 批准逮捕 公关机关 也敦促 周姓商人 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另外 你说会不会呢 我觉得就不会 应该是稳定的 等待我们说一说 那些罗友是怎样说的 好 另外 以周姓商人为首的跨境 赌博 不法集团的骨干 刚才说的那位张玲玲 是 等人涉嫌开设 赌场 等等的罪名 言由温州市 人民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 那么 洗某说 到我们今时今刻做节目 都未有任何回应 即是说什么 自首那些又未见到 未见到未见到 当然有些网友说得很夸张 习近平 就是 逼他 要打击他 因为他要拿到手里面 赌博的名单 就可以 排除异己 习近平亲自指挥 有没有那么有空 其实 疑似一宗犯罪事件 又说到那么大 14亿人的国家 是吗 没错 是不是真的管得那么多 真心地说 是吗 那当然 刚才说 这位Mandy Liu 算是大马sir同乡 因为大马出生 很美女 有号称3亿 分手费 亦在英国庄园 种苹果 有了小孩 是不是分手都 暂时不可以确定 暂时 你说的事 其实有很多人这么说 他们就说 会不会 分手是一个假象 就可能 套些钱出境外 这个我们不知道 等他去查 那些黄友 甚至说到 因为 周生 是有葡萄牙护照的 会不会去了 欧盟的地方 去到躲避呢 或者 更加有位 叫齋亚哥 他说 现在 周生和Mandy Liu 在英国 避免风头 你又知道的 还是段古堡辛苦呢 段古堡辛苦 最搞笑的 这个齋亚哥不是最熟悉的 是爱沙尼牙的业务吗 现在 周生 要不要去葡萄牙找他 其实 现在 远在英国的Mandy Liu 其实和他当然是有小孩子 有3亿 这个是 香港媒体说 东方这一说 3亿分手费 加上已经 转到他旗下 所以 有些人说 是否和戴马sir的怀疑有少少相似 当然 我们也是 推测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这也不代表本台立场 只是代表我们两个想想 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性 他们 就说 这些媒体包括 东方 还有其他的 娱乐媒体就说 Mandy 现在是有 洗贸华 之前转了五家海外公司 生活无忧 他现在 变身材女 有空就写下专栏 同时 打理一个 去年用2800万磅 扣入的一个庄园 刚刚才庆祝 苹果园有收成 和洗贸华的风风雨 似乎影响不了他 你又知道 Mandy 买了这个庄园的时候 其实 已经计划打造有机 的产品 想做一个生态农庄 哦 其实 她这个月 就在网上雜誌 sublime 上面 写了专栏 因为Mandy 用英文比较多 你知道她是混血液 题目就是 It's apple picking season 即是现在 苹果的 摘取季节 或者叫收成季节 亦上载了自己 的苹果园的照片 她就说 我们苹果园 初秋已经有收成了 Mandy亦有 爱尔拿护照 老实说 她有钱 去哪里都可以 两千多万磅 搞投资移民用什么 所以 这些不奇怪 就算是洗某华 洗某华 洗某华也好 她有葡萄牙护照 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在澳门 如果在澳门 她可能会回内地 回内地 投资移民用自走 可能 所以我们是给大家想一想的 但你认为她 会否回内地 所谓投资移民用自走 很大机会不会 我也认为 很大机会不会 可能 就会去欧洲 可能长转欧洲 就算她留在澳门 对她来说也不算安全 是的 我们知道安全就是 不会被抓 当然 如果她真的犯了 被逮捕也是 一个 十分正常的事情 另外 我们看到 Mandy 就期待 可以开放这个庄园给大众 并且欢迎读者 去她的苹果园 习苹果画 其实 Mandy 买这个庄园 说都很厉害 是属于英国贵族 惠苹顿公爵 惠苹顿公爵很厉害 我们看到 现在 英属很多殖民地 是Willington Mountain 或者Willington Mastrick Avenue 其实就是惠苹顿公爵 明明的 这是英国历史上很厉害的 占地374公頃 Mandy 说 我不认为自己是土地的拥有人 我只是这块土地的管理者 很谦虚 不错 不错 两千八百万磅 也不是拥有好东西 他就说 因为想给小孩一个充满录义的家 所以 才扣入庄园 他和洗茂华的拉女 两岁 他就说虽然分手 但是大家有了小孩 所以还是一家人 一家人 很有韻味 一家人有烂的时候 你会帮小孩的爸爸呢 其实我觉得他会的 我也认为他会 他就说 和洗茂华的 教养孩子态度有点不同 洗茂华 就喜欢问小孩有没有乖乖做功课 而他 就希望 小孩亲手种植 植物 和水果 和我一样 我儿子今天又去拿鸡蛋了 真是 今天又为了草泥码 是 厉害 原来 Mandy目前在香港 依然有无特意公司 不过主要是交给拍档打你 近年来 亦有 发掘新闻 就是 汤诺文表弟李志熙 就是他旗下的无特意 当然 那些黄友说得很瘋 他就说 洗茂华 居然和张高丽有此起关系 又说一下又说彭帅 什么事 好像不在权力核心很久了 张高丽心 是的 其实他们理论是这样的 习近平要整治高官和有钱人 这个洗茂华手上 因为他开设这个赌厅 有很多有钱人的资料 所以现在就要卖洗茂华 交出资料 老实说 如果国家叫他交 我相信他也会交 需要不需要 说到切了计算 好像大废周章 似乎是这样的 是的 下面的评论还搞笑 在顿房的人说什么 他就说 哎呀 就说 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这个人 假男真王 拜託你不要用什么世界上的事 都用男和黄的眼光去看 没有经常用这种看法 正常人不分颜色 普普通通过日子 有赌场 你是黄的 难道我不做你的生意吗 对 赢了钱难道不派财 对 真是好笑 还有 如果你什么颜色都好 那个可观 他和你不同颜色 你是不是说 我不要钱了 你赢了钱 没可能 神经病 另外 有人就说 这个Mandy 虽然是做人家 做衣服 但是有几亿 分手费 不枉此生 医食无忧 好过很多女人 你得你班 女人怎么说 女人始终会老的 会走样的 她现在的样子还保持 但是 始终现在她生活无忧 都挺好的 这样说 她是保持得很好 很漂亮 对 保持得很好 老实说 她年纪不是那么大 所以 也正常的 当然 Mandy Liu 比我还小 85年 比我们小 她 是宜宝出生的 你说 黄友说她可能躲在 Mandy Liu 庄园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当然 她也挺厉害的 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嗯 嗯 她的父母 其实是 美国的 外尔兰人 现在 华哥在哪里呢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黄友说她知道 黄南也说她知道 说他们在英国 说洗贸华在英国 当然 他们19年 号称已经分手了 我觉得 洗贸华可能 不在任何大中华地区 可能 因为现在真的不知道 正常的人 公关 这麽大件事 可能她就是跟现在的公关公司 在拆拆怎样搞 又或者 嗯 她一早 你们说到这麽厉害 是吧 又说 肯定收到疯了 这麽事 那些黄友就说 她肯定收到疯了 所以一早就去了英国 或者去了葡萄牙 真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当然 我们也是那句 你有违法犯罪行为 就要 该受的责任 该负的责任 就负了 是吧 当然 亦有人说 中央在捉紧一盆大棋 又是说这些 我都不明白 即是 搞洗贸华 也是 习近平的意思 从他找一个破口 之后 从而整治 澳门的博彩业 其实 很早在整 贪官那些 已经很难去到澳门赌钱了 是 不是新鲜事 麻烦你们不要说到什么阴谋 以及 整治是应该的 是吗 另外 另外有亦有人 宣 他 也宣 有几亿身家 他就说 都说你 去某国赚钱 赚钱 都对了 外汇才是赚钱 这样说 亦有人说 肯定去了英国 这个没人知道 我们今时今日收到的消息 还是未知道 暂时真的没有他的下落 真的没有 亦有人说 出德离行 预了要还 如果他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 是要还的 没办法 对吧 嗯 亦有人说 其实最后来的赢家就是Mandy Liu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洗某华的原配 应该不是住在香港 就在澳门两边走 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 鬼妹才是聪明的 又有外国国籍 又有钱 又不用担心什么反送中的这种 不关事的 是 更加有人说 人家一早持有国户照 那么 法律许可他持有国户照 是的 就算他未发达之前 他也是持有国户照 是吗 是 亦有人说 那些孙友就说 有钱 就借机会 投资入籍 去哪个国家任减 事实上是可以的 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可以的 是的 其实 因为他是持有葡萄牙户照 他不去英国便可以 现在脱了欧 他在欧盟其他国家都可以 德国 好像什么齋亚哥 去德国 法国都可以 或者近一些 其实最近的地方是哪里呢 外尔南便可以 你想想 那些人住英国去外尔南有多近 外尔南便可以 又是欧盟地方 葡萄牙户照是欧盟户照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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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有人说 可能我们是说中的 对呀 想想想又是 大马sir想想 对呀 可能我们是说中的 因为起码是 英语世界 外尔南 对吗 英语世界 容易一点 周先生是懂得少少英文的 周先生是懂得少少英文的 当然 有钱也不懂都可以 好像这些B&August 我一句英文都懂得 找不到工作 人家当然不担心这些 对吗 更加有人说 本事同临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 我没有飞 Mandy Liu 早就飞了 对呀 对呀 刚刚19年已经 没出这宗事情 时候都走了 当然 我们觉得他不一定是 完完全全地 分手的 不知道的 因为 有些雜誌就说 华哥的 原配 相当地 有方法留住华哥的 而且你知道 有钱人离婚 会亏很多 是 所以 有人就说是 做给大厅 做一场戏 就是说 我和他撇清关系 究竟有没有 撇清呢 我们不知道 怎么说呢 也是那句 有做犯法的事 那就要 承担乖承担责任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